音樂會 我們基督教跟音樂是合不來的 馬丁路德他曾經這麼說 音樂是神賜給我們人類最美的賞賦 而且可以讓我們人離開憂愁的正代 也可以排除惡面的迷惑 所以我們這個基督教跟這個詩歌是分不開的 我要問我們在座的好朋友 今天跟我同桌的有一個目道朋友 有一個妹妹她就問我們說 什麼是目道者 可目真理的朋友都稱為目道者 目道朋友 我謝神就是今天呢 神感動很多的目道朋友 來參加我們今天下午的音樂會 不用問我們在座的目道朋友 我們今天安排的詩歌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聽嗎 好聽嗎 好 要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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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會常常聽得到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有聽到那個 汪弟兄美好的見證 那因為過去我曾經注目 新竹教會有四年之久 那在新竹教會四年當中呢 神很奇妙的帶領很多這些目道朋友來信主的 那在休息當中呢 我有在問有一個林立宏老師 他們全家信主的經過 那這個林立宏老師呢 他本身是音樂老師 他跟我們教會有一個古錫恩老師學聲樂 而且從小姐開始就一直學到他結婚之後 那這個林老師呢 他第一次踏到我們這念書教會 是因為他的姐姐信了主 然後在教會結婚 所以因著姐姐的緣故 第一次就踏到我們經接書教會 就是到三床教會去 那他自己本身 就是結婚之後忙著工作 然後在工作上面他碰到了很大的瓶頸 當然家庭也有一些問題 後來他就很憂鬱 他每次去古老師那邊上課的時候 他就非常羨慕 為什麼這些信耶穌的人 是這麼的快樂 他好羨慕 然後古老師每次喔 給學生上課的時候 都會把福音帶進去地上的學生 也是他的學生當中有一些還沒有 還沒有機會來認識耶穌的 他都趁這個機會穿福音 那有一次呢這個立宏老師啊 因為他承受很大的壓力 在身心上面呢就是承受不住 有一次他幾乎崩潔了 然後就哭著就跟古老師說 他再也撐不下去了 然後後來古老師聽了他所講的內心的可能 還有很多的壓力還有很多他內心很多的問題 古老師呢就跟他說 你沒有路可走了 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你要去找別人 那後來立宏老師就非常信任我們古老師的建議 然後就跟他的先生商量 常替義弟兄商量 就是說他想要去找教會 那他把想要找教會的這個狀況 跟他的先生坦白的講 就是說我在精神這方面壓力很大 有時候在開車的時候都會恍神 有時候會無緣無故的就會一直淚流滿面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後來他的先生聽完之後就說 那你既然要去教會 那麼我跟你一起去 所以感謝神 那時候我注目新竹教會的時候 那時候教會也要靠步道會 那黃永昌傳道就打電話 跟我說有一個立宏老師 他們是住在新竹的 他想要去找教會 然後也給我立宏老師的電話 那我拿到傳道給我的電話之後呢 那我就邀請了 就在步道會前就打電話給立宏老師 邀請他們來參加我們教會的步道會 所以感謝神一口就打電話 真的是神的代理 這個救恩就要臨到他們全家 那在步道會的時候第一天就來了 而且很早就來了 就是傳道看到他們全家 就是他有兩個小孩 一男一女可 然後就全家很早就早家回來 那感謝神 就是他們在套舞上也非常的討厭 那在這當中呢 我可能要很簡單的講到就是 這當中呢 立宏老師來到教會 他有體驗 有時候我聽到詩歌的時候 他就莫名的感動 就莫名的感動 然後聽到這個道理呢 心裡就受到很大的安慰 那他的心神 本身是在園區裡面工作 因為我們曾經有一些男生 在園區工作 就覺得說 欸這個步道朋友好眼熟喔 曾經在哪裡看過他 這樣 那感謝神 開始他的心聲都不笑 不苟言笑 但是呢 有點負責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笑過 那自從他們上了教會之後 然後跟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認識以後 那大家呢 就是會分享一些神的恩典 然後立宏老師先生呢 在聽道理上面呢 他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 非常理性的人 然後聽了一段時間的道理之後呢 他們看 咦 怎麼 很多人齁就是 咦 教會啊 很單純的到前面來祷告 叫得聖靈 然後得聖靈之後 那個臉齁 真的從內心裡頭會笑欸 然後他們心裡想說 我覺得多久沒有從內心裡頭 真的是太愛大笑了 那所以他們也是很可怒啊 就是說 想要來求這個聖靈 那感謝神 神都知道他們的希望 神就先賞賜聖靈給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有一次是參加我們教會的 暑假的一個少課班 少課班的一個特別處 那那一次呢 那一次呢 麗弘老師就很憂愁的來找傳導 就告訴傳導他的煩惱 就是他的婆婆是一個很情情敗敗的人 然後那一年呢 就是剛好是他公公啊 就是要做對民啊 就是他們要到廟室裡面 就是做那個做 替他公公做法 做法事 那所以呢 連他的小孩子 這個孫子呢 都要帶去 那他已經上教會了 他心裡想說 那我怎麼辦呢 因為麗弘老師很有原則 就是自從他得到 這個聽到道理之後 他知道不拿香 不拜拜的 他很堅持 可是他的先生 開始的時候也沒那麼堅定 然後小孩子 有時候也是 在那種 那個祖母的 還有那個孤孤的 那一種 邪惑之下 有時候 孩子在這方面 就沒有那麼堅持 這是他們在目道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麗弘老師就跟 跟我說 我的兒子去參 我把他送到那個 哨特班的那個 學齡會 那但是呢 我很煩惱 就是我們公公的那個法會呢 我們沒有辦法 避免不去參加 然後請我們幫他祷告 感謝神 結果神喔 竟然喔 先是聖靈給提議的兒子 竟然在那個 掃特班的時候 就得到聖靈 哇 感謝神就讓這個孩子 先體驗到有神 然後也堅定了 那個麗弘老師他們的信心 但是呢 他們想到就說 那孩子求到聖靈了 怎麼辦 小孩子不可以被強迫拉鋸 就是拜拜這樣 所以呢 就一直拜託教會的 這一些兄姐 跟他們比較熟的人 對方幫忙 感謝神 就到了那個法會的時候 那個會場 這個婆婆 就是麗弘的婆婆 跟她的那個大夫王 因為在做法事的時候 麗弘是不滿這樣的 然後呢 他們很生氣 這個婆婆跟大夫神經 就一直唸 唸到最後呢 神感動那個法師 就跟她的婆婆大夫說 媽媽啊 這是什麽時代咯 友好最要緊啊 按照拜都不是最重要的 法師開口 結果媽媽這個婆婆 就閉著了 然後這個大夫啊 本來是慫恿媽媽媽 她也閉上嘴了 好 他們就說家庭要和睦 後來他們就從那時候開始 她的大顧就閉上嘴到 婆婆也沒有再唸了 然後那一次的法會當中 就沒有強迫他們去拿香 這是非常奇妙的一個經歷 也堅定了我們為他們代道當中 神是垂聽人討告的神 所以那一次的法會當中呢 就是他們很順利的就這樣通過了 那也僵聽了他們的信心 那之後呢 就是霓虹的女兒也求到聖禮 並拘捕